所以在研究計畫裡面 他確實是無心研究助理 他掛上名字給我了 這會不會反而就證明 就是說林志堅他是有參與 好 有參與就涉及第二件 這件事情的相似度80%幾 這個林市長的論文呢 有沒有引住任何一件事 是這個TCSI 有沒有引住這個報告 完全沒有 這個論文的結案報告 是在6月20號召開了結案報告 然後他的論文是7月出來 然後他7月出來論文裡面 沒有引住這樣一個的內容 但是相似度有八九成 新竹科學園區的主管 你們沒有去發現 你的著作被人家一個學生 碩士的學生拿去用了八成 你沒感覺 你毫無意義 那這個如果學術倫理出來是社超系 你學位沒有了 那請問你要不要學 想要觀點 來一品觀點 歡迎收看尾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為大家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是台灣民眾黨的桃園市長參選人 賴湘林 維恩好 大家好 維煥哥好 這次是這樣子 桃園藍綠白啊 這個桃園沙喀都繽紛藍綠白 那這個民眾黨的候選人 這家賴湘林 我其實在我的廣播節目 訪問過這個湘林姐了 那從上次訪問到現在呢 情勢也有一些變化 所以今天我們的觀點 再繼續來跟大家追問 我先講今天我們錄影 禮拜四的最新民調 是這樣 因為聯合報在6月23到25 就是民進黨宣布提名林志堅的時候呢 有一個所謂林志堅的行情民調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聯合報是 林志堅29 張善政27 賴湘林 就是像妳姐妳是5%啦 對 我知道 但是今天聯合報又去專訪了張善政 聯合報說國民黨內部民調 張善政是31 林志堅24 反而張善政超車了 那賴湘林 8% 所以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是有在穩定上升 那我先問一下這個湘林姐 你對這幾份民調 或是說民眾黨自己有沒有做民調 你對民調 你現在目前是屬於這個落後的第三位 你的看法是什麼 民調當然起起伏伏 但是這一個禮拜的這樣的一個震盪 可以看到確實不管論文門之後 或是我們現在在這個三個都是 所謂外來的這個互相比較值裡面的 慢慢當然第一個 我們知名度是比較低的 但是有在慢慢起色 那起色的意思就是說 選民還是 我看到的民調是說 大概三成多還是選擇不表態 不支持特定人 到時候還在觀望中的也很多 有三成的人是都不選的 還不選 或者是暫時他不選 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些人一定是他有特定的想法 他現在不覺得說 馬上要對哪一個政黨呢 來這個表態 所以我覺得8%也好 或之前說 從比較低的這個民調開始跑 對於我們第三個政黨來講 是很現實的一個政治 那在既有的基礎 我相信不管是張善政院長 或林志堅市長 他們都是基於他原來就有基本盤 所以要看的是不表態的 那不表態 不表態如果說最後 他轉投藍綠以外的第三黨 你就有機會了 如果不表態以後 最後就是在家裡面對不對 不出來的話 不出門 就很可惜了 投票率降低 我是覺得有可能啊 我這邊插一句我自己的違憾觀點 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 我要進到第二題 剛好是這個梗 因為賴小禮委員 你上次有告訴我 你是情緒苗栗人嘛 是苗栗柯家人 對 那 林志堅現任新竹市市長 照理講他任期還沒做完 那張善政呢 是有在龍潭渴望園區 當過這個主管 可是他是去哪裡工作 他也不是過去 不是都是桃園人 所以三位看起來 相似的地方就是 居然都是所謂不是土生土長的議員立委這樣上來的在地人 三位都是你們相同的地方 但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我要問你 他們兩位是黨內即是有扎音 也是直接撐招啦 就是說鄭運鵬 鄭寶貞 鄭寶貞很生氣 我不知道氣消了沒有 林志堅立的就算了 因為民進黨 你怎麼直接小英總總就直接指定了呢 那國民黨是看起來邱義盛 呂玉玲 他們對於張善政的空降也有維持 那你不一樣 你是初選的 你是初選的 而且從去年年底到這個三四月 一直在初選的 唯一有民主程序的是民眾黨是不是 對 但是就是韋翰哥講的 就是說過去民主的程序 都是從執政黨民進黨當年標局的 結果他這一次幾乎六都之外呢 連新竹市長也用徵召 這個是很特別的 變由上而下 那今天很多人就講說 是不是一定要應系 或者是說總統親定 這已經是一家門了嘛 就是所有以後執政黨只要選上人 都叫做一家門 所以是不是擔心 總統自己後期的跛腳問題 那張院長的部分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嘛 就是說他這個要英輝桃園 所以呢朱主席的帳 由張院長來幫他完成 所以一個是 這還是他的親定 一個是蔡主席的意思 一個是朱主席的意思 對不對 那你的話是經過初選以後 我們最起碼希望黨員能夠 因為在地方的黨員 還在成長當中 讓黨員參與 所以我們有黨員投票 然後有一般的民調 然後還要辯論 其實這才是民主程序 我其實在任何場合 我實際上都是一樣的看法 不要變成是都有上面的老大指揮 那就是由上而下的 這一點其實應該是你的優勢啦 那剛剛提了兩個民調 那之後還會有多的民調 賴湘麟委員 現在目前看到的是5%跟8% 可是其實台灣民眾黨 在台灣的不分區的立委選舉當中 他所有的占比其實大概是10%左右 10到12% 對 所以你還有一段空間可以去努力 那你要怎麼樣去 至少讓你能夠達到民眾黨的基本盤 第一個我剛剛講到我是客家人 然後在桃園的南北裡面 南的是個幾個大區域裡面 都是客家人嘛 我們看不管從平鎮 揚美 新烏 然後榮湾 對 這個附近的客家人 等一下 你是客家人 你會講客家話嗎 沒有 我會客家人 賴湘麟 今年54歲 少爺 你今年54歲 54了 可是問題是誰會來以後 就跟大家講我幾歲 女生不都不講你年紀 嚇一跳 今年54歲的開始就跟大家講出來了 好 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因為現在賴湘麟委員 民眾黨現在目前是屬於落後的一方 這也是事實的 可是如果你要往上走 就是你要爭取支持 要不然就是你的對手犯錯 會出現破口 林志堅的這個論文門事件 燒了兩個禮拜了 看起來還沒燒完 特別是台大的國發所社科院 要開審查委員會 還不知道會怎麼樣 你怎麼看你的對手 林志堅他的論文事件 以論文事件走到今天來講 大家最在意的還是誠信問題 誠信涉及到學術本身 是很嚴重的一個 就是說有沒有抄襲跟學術自主 還有學術尊重著作的概念下 是一個很原創的概念 所以我想他這次 林志堅實上可能輕忽了這個事情 大家對於這件事不是單純看政治人物 在選舉期間好像用一些話術可以把它回覆掉 他是核心的在學術上 他不知道拿給他看的啊 所以他意思是他不承認他抄襲 他不抄襲之外 我們因為是在國會監督租科 所以我們有去要求這個相關 當時結案裡面 還有這個標案到底有誰參與 那大家都說賀教授跟這個李教授 王教授都出來講說他有參與啊 發發文券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去問他 終於他給我的這個標案的詳細內容 核實付款的第一期30%什麼時候付 第二期40%第三期40% 重點是這整個研究計畫雖然錢不多 但是是在12月26號 有人會在年底去招標嗎 這個在行政單位 你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為了誰特定要去給他 這是很大的疑點 最後是這個參與人員 一個研究案有幾個研究助理呢 有幾個研究助理呢 胡漢哥 研究助理就三個老師之外 就一個無心研究助理 再來有心研究助理 代聘 一個論文年底發包 四個人裡面三個是大教授 一個是這個研究生 然後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部後的一個報告 然後就結案了 來我有一個問題 你這邊所講到就是說 所以在研究計畫裡面 他確實是無心研究助理 他掛上名字給我了 這會不會反而就證明 就是說林志堅他是有參與 好有參與就涉及第二件 這件事情的相似度80% 這個林市長的論文呢 有沒有引住任何一件事 這個TCSI 對 有沒有引住這個報告 完全沒有 沒有引住 所以呢現在關鍵是說 誰先出嘛 他就說我先寫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論文呢 是什麼時候結案 這個論文的結案報告 是在6月20號 召開了結案報告 然後他的論文是7月出來 然後他7月出來論文裡面 沒有引住這樣一個的內容 但是相似度有八九成 所以涉及到第二個 如果不談學術倫理上 這個新竹科學園區的主管 你們沒有去發現 你的著作 被人家一個學生 碩士的學生 拿去用了八成 你沒感覺 你毫無意義 然後審計也不知道 就這樣子 孝敬姐現在這個戰鬥力十足 我要問你一下 假設到最後 因為你資料都準備好了 我還不知道 我現在錄影坐下 我才發現你都已經 跟你穿扁扁扁 你到時候如果走到最後 這個新竹市的選會辦公辦證件 或是甚至有辯論會的話 你跟張三鎮 還有林志賢站在一起的話 你要怎麼問他這一題 我希望如果9月真的 兩個學校的學術倫理委員會 做出結論 那我想第一關還是回到 你現在講的幾個說法 你所謂原創性也好 你做這個參與裡面呢 你有一起寫 那人家就是質疑的就是說 那這個如果學術倫理出來是 社抄襲 你學位沒有了 那請問你要不要選 問他如果抄襲 退不退選就對了 就是誠信問題 跟你現在說法 已經不公自破的時候 你要怎麼 那你覺得這個問題 最後會繼續商禮志賢嗎 還是說蔡總統已經定調了 志賢辛苦了就沒事了 這個在政治跟媒體圈 維翰哥已經是神奇的 你要叫我維翰啊 神奇的人物了 你覺得呢 我就覺得現在已經稍微有一點 這個在擴盪了 對啊 要轉移新的焦點 夏麗姐你也有念 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 你也有論文對不對 對 你的說是論文 我的論文叫做 走一條自己的路 回看我在左翼運動 二十幾年的地程 走一條自己的路啦 對不對 你的論文 那桃園這一條路 也不是那麼好走 桃園十三區啊 那北敏南克 那宣布參選到現在 你走過多少區了 這些區我們都去過 然後特別我們也 你十三區都去過 對都去過 那你到各區區的反應怎麼樣 我想比較 就大家樂力的像楊梅啦 龍潭啊 還有這個平正 你到客家區比較受歡迎還是 我都是客家人啊 你去就是跟大家講 我是客家人 我54歲 我去市場跟大家講說 好感動 然後呢 我在這個工作上 在桃園也做過 是也住過嘛 這有跟你講過 所以然後自己桃竹苗 都是我的服務方 我在立法院也努力幫桃園 解決一些爭議啊 或者是協助爭取一些事情 所以像今天 中午我就會到桃園火車站 沒有冷氣 對 因為桃園 那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沒有冷氣 它每天進出三萬人 桃園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在106左右 整個變成這個 因為地下化 之後啟動一個新的叫做暫停 第一年聽說 這個三個水冷室 這個主機台還OK 第一年沒有問題 到之後每一年 都會在特定就shut down 就沒有冷氣 三田姐我問你 你是自己去搭火車 覺得很熱 還是有人跟你澄情 就是民眾澄情 然後我偶爾搭火車 來回嘛 你也真的有趣 對 我也覺得 真的很熱 烘烘烘 因為從4月開始 我初選的時候 我們都在火車站進出嘛 然後我們也叫 騎步走也從火車站出發嘛 是是是 就烘烘烘的 大家有聽到聲音 想原來是送風 後來最近不是走30幾度 前幾天熱到爆 它還是有送風 但是沒有冷氣就對了 對 那為什麼說要修兩百天呢 這就是奧妙之處 現在有什麼叫修兩百天 鐵道局 他們台鐵局跟鐵道局兩個呢 一直在這個 所謂地下化站體的臨時站 到底是歸誰的 一直有這個踢皮球 好 賴向益委員選桃園 這個桃園撒卡都 繽紛藍綠白 好那當然這次的選舉 剛剛也講 現在目前是所謂的落後群 但是你也是努力的往前 就是桃園騎步走 也希望桃園很多新的住民 都一進去剛買房 或在那裡選擇落腳的年輕人 他以前可能在台北工作 新北工作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新的市民 新的住民投新的政黨 賴湘林 是 感謝維安哥 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自己現在目前的心理狀態 跟你自己這次選舉的目標是什麼 還有民眾黨在桃園有幾席的議員 議員的這個當選席次目標 又是多少 我們希望我們提了 七個議員一個區長 所以黨團一定要三席嘛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能夠 最好全上 但是五席一定是我們的 只要有三席議員的話 桃園市議會就會有 民眾黨的黨團了 是 這次就是你建築 這是一個最基本 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真正的目標要設定更高 那你自己的那個 你自己市長參選人的得票 你們希望你的目標是多少 希望能夠拿到多少 第一個一定是越多越好嘛 當選最好 當選最好 但是你說現在去講 從8%開始要努力到沙喀都 大家都評估你必須要20% 這才是比較現實 理想上三角都 所以我會往這個努力的目標 先求迫時 再邁向20 就繼續努力就對了 同時讓更多的人知道說 這個我本人還有我們的專業性質 不是不能做市長 不是不能做行政 那比較就是說過去我們的選擇的路徑 從社運到台北市政府歷練 這個在桃園大家比較不認識我 所以要請文漢哥還有我們這節目 多多的幫 這個新住民選新政黨投賴襄林 感謝 今天為大家這個專訪呢 是台灣民眾黨的桃園市長參選人賴襄林 那這個向寅姐呢 非常認真 那希望你後續的選情就越來越順利了 非常謝謝大家觀看我們今天的韋漢觀點 請大家訂閱評觀點 Youtube頻道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禮拜再見 向寅姐我們跟大家再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